大家好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法拉利刚刚发布的超级跑车296GTB 它就是法拉利历史上首款采用V6涡轮增压发动机 搭配混动系统的公路跑车 它的价格是298.8万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细节 首先它的车头中间这里有一个查叠式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这是法拉利首次应用在量产车上面的 它能够显著增加车头前部的下压力 另外对于超级跑车来说 它很多的散热器都是集中在车头前部的 所以散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 那么它除了有一个比较大的开口以外 它的底部也有开口 就把这种散热的空气是导得向车身的底部排出去 就不会影响车身侧面进入发动机的一些冷却气流 接下来可以看到它这个车头的日行灯下面 还有一个空气的通道 它是采用一个撞峰式的设计 能让更多的冷却空气导入这个前轮这里 为前刹车系统进行一个冷却的作用 另外在车身的两边 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垂直端板式的一个设计 它可以整流流经车身侧面的一个气流 使得它有更好的空气动力学表现 来到车身的侧面 首先说一下它的车身尺寸 它的长度是4565毫米 它的轴距是2600毫米 这两个数据都是在限售法拉利的跑车当中是最短的 更短的车身能够使得它有更好的一个灵活操控表现 另外在车身的重量方面 它的干重是1470公斤 它的重量分配的话 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中后至后驱的一个动力布局 所以说它的前后的重力比例是40.5比59.5 后面更重也是对于后驱车来说有更好的一个后轮抓地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轮胎的配置 首先它采用的是20英寸的大轮圈 依然是法拉利经典的双五幅式的设计 它的款式的话会更加的新颖 在轮胎配置方面 它采用的是来自米其林的PS4S的一个轮胎配置 跟法拉利洛马的轮胎配置是相同的 在尺寸方面 它的前轮的宽度是245毫米 后轮的宽度是305毫米 另外在这个自动系统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依旧是采用超级跑车 比较常见的前六后四活塞的搭配 那么在刹车盘尺寸方面 前面的刹车盘尺寸是398毫米 后面的刹车盘尺寸是360毫米 来到车身的尾部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中置单出的一个排气口设置 这样的优点是能够使得下包围这个扩散器尺寸更大 有更好的空气动力学表现 另外呢它这个尾部这里 它有一个主动空气动力学设置 它是一个隐藏式的一个后尾翼 那么它只有在车处达到了一定的限制之后 它才会升起来为车尾增加100公斤的一个下压力 因为这是一台混动车型 所以它车身的右侧是一个加油口 它的左侧是一个充电接口 打开位于车身后部的这个玻璃盖呢 可以看到一个重置的V6发动机 那么这也是这台车最大的一个亮点 它采用的是法拉利F163系列的一个V6发动机 它兼顾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一个高转速 跟涡轮发动机的一个强扭矩的特点 它的最高转速呢 是能够达到8500转每分钟 同时呢 它这个六个气缸呈现120度的V型布局 中间布置了两核转速高达每分钟18万转的涡轮 这样子的布局呢 有更好的一个紧凑性 同时在重量分配上面也会更加的均衡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因为它是一个混动车型 所以它在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之间呢 是串联了一个电机的 它这个电机呢 可以实现扭矩增补跟这个动能回收的功能 同时呢 它在这个电机跟发动机之间呢 还有一个离合器 在离合器完全断开的时候呢 可以让车辆进行纯电行驶 那么这台车呢 它是搭载了7.45千瓦时的一个电池 所以它是可以纯电行驶25公里的 但它比麦卡伦的这个阿图瓦呢 还是短了5公里 在动力参数方面呢 这台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663马力 这台电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67马力 整个系统的最大功率呢 是830马力 最大扭矩是740牛米 而它的这个扭矩参数是比那个阿图瓦呢 都是要更强的 在这个性能方面呢 它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是2.9秒 比阿图瓦是快了0.1秒的 它在0到2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呢 是7.3秒 比起阿图瓦是整整快了1秒的 比起采用这个V8的法拉利F8的话 它依然是快了0.5秒 它的级速呢 是超过了330公里每小时的 如果这样的性能还满足不了你呢 法拉利也为这台车提供了一个 阿赛特弗里纳瓦的一个选装配置 它通过整个车身轻量化12公斤 同时呢 换上了来自GT赛车的一个避震器 以及优化了一个空气动力学表现呢 有着更好的一个赛道操控性能 因为296GTB呢 是一个混动车型 所以它在WLTP公况下的这个油耗呢 是低至6.4升每百公里的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值了 但是参考它的竞争对手 麦凯伦的阿图瓦的话 是4.7升每百公里 现在的超跑 油耗做的比你家的家用车还要更加的低 还有一点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296GTB它的油箱容积呢 是65升 所以理论上来说 它加满油之后续航里程呢 是超过1000公里的 进入车内呢 首先它整体的设计呢 跟SF90呢是比较接近的 都是以驾驶员为中心 它没有提供这一个中间的这个中控屏的 它中间这里呢 就是一个非常复古式的一个变速箱 换挡的一个拨杆 那么这台车呢 它采用的是八速双离合的变速箱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方向盘 它同样是采用了这一种触摸式的按键 那中间呢 是有一个触摸式的一个启动的按键的 那么两侧这里呢 比较经典的这个驾驶模式旋律呢 同样也是带有的 而且它依旧是带有五种驾驶模式 另外在左侧这里呢 还有一个提供这个驱动模式的一个选项 比如说这台车呢 它是提供四种驱动模式的 纯电模式 还有混动模式 性能模式跟排位赛模式 在纯电模式下面 它的最高时速呢 是能够达到135公里每小时的 那在混动模式下面呢 只有在需要高性能的时候 发动机才会启动的 在性能模式下面呢 发动机是持续启动的 那动力最强的肯定就是排位赛模式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数字仪表盘 这也是这台车在设计上面的一个亮点 因为它采用一个16英寸的全夜景仪表盘 无论是在色彩配置 显示效果还是功能上面呢 几乎都是无可挑剔的 那显示起来的各种信息呢 也是比较的齐全 296GTB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也比较关注乘客的感受 它在附加指挥前方这里 设置了一个屏幕 它可以看到转速时速跟档位 能够让乘客也很有参与感 296GTB对法拉利来说呢 应该算是一个成前起后的一个车型 它的性能上面呢 持续精进 同时呢 它也要迎合更加严苛的一个环保法规 所以把这个小排量 涡轮增压发动机 以及这个混动技术 持续发扬光大 也是法拉利对这个技术趋势的一个判断 在性能方面呢 这台车同样也是傲视群雄 那么它在技术上面呢 也是紧跟潮流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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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